就把街坊邻居们说 我跟二米粒 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 今年到我家去 陪我爸我妈过年去 你们帮我出个主意 这一万块钱 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 你们说留还是不留 留 留啥呀 留啥呢 我这就发现了 干啥呢 媳妇啊 来 给你吧 啥呀 一万块钱工程款 九千九 看见没有 我媳妇这手 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 那还给你吧 媳妇 我从这里边抽这一百块钱 不为别的 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那你怎么想着给自己 再充点电话费呀 那不行啊 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 不留私房钱 也是一个男人的美德 对不对 男同胞 表现得不错啊 这一万块钱给你了 哎呦 哎呦 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幸福啊 别做梦了 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对啊 出了吗 没有啊 那赶紧给人送去啊 不是 是什么事 哎呀 你看我这个智商啊 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五千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 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一万呢 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五千我给我爸我妈 这五千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那你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五千块钱奖金 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回我爸妈那过年 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 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 还是不留 赵刚子 流产了 赵刚子 哎 物业发奖金了吧 发了五千块钱对不对 想自己密切对不对 可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算 这钱想给谁 顺分 怎么的呢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我物业发了五千块钱奖金 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过年 我怕给我爸我妈钱的时候大没人不高兴 我就想把这个钱呢藏起来 明白不 明白了 你能不明白吗 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我跟你说先生方 你可天天扛我 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你你你你你你你藏起来吧 我跟你说 有了事我扛着 那行了 我跟你说 这事绝对不能让你媳妇知道 我媳妇知道怕啥呀 你媳妇好啊 好一张碎嘴子 她要知道了 几小时就都知道了 这倒是 明白了吧 不说 我走了啊 你别走啊 你都这么拿着回家呀 你啥子来啊你 抱歉 天衣无放 我 走了 走了 来 你帮个忙 怎么了 你帮我做个 衣服 衣服 哎呀 快去上边上去 什么事呢忙着呢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 你你你问吧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 怎么看 你怎么的 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跟我没关系 你说吧有选项没有啊 有啊 一呢是赞同 二反对 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 你选几 哎 哎什么哎 她选四 没有四呢 别人上 干啥呀 打的请 无关包着 那选四 没毛病 哎你这什么题啊 这这这这这不对啊 这网上出的呀 网上出的呀 对啊 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啊啊 在我电脑上呢 啊 来来来你上我屋看 对看看去啊 啊我二姐在这不敢说 没法发挥我 哎 二敏昂 哎大姐夫 我问你个事呗 说吧 今天你让顺夫人给我们家送钱去了 啊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 哎呦我的妈呀 你说你个真行 一给给那么多 你给那么多干啥 哈哈哈哈 给那么多你 大姐夫 哎 别因为这点钱的消除毛病了 犯不上 明白 我控制我的情感 我跟你说啊 二女士这样的 嗯 心意啊 我们领了 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 我另外啊 我跟你大姐今天笑意挺好的 啊 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 我们都已经背出来了啊 心意领了 这钱拿回去 这给都给了 你就拿着吧 现在拿回去 拿着 拿回去 大姐夫 多大的事 就这点钱来回推来推去的 都给你就收着 要不我给你撂橘子啊 啊 你撂橘子 你就是把橘掌踢飞了 我都不能要你的钱 五千块钱放这了啊 你说这这五千块钱来回推 你 等会儿 大姐夫 啊 你刚才说多少钱 五千呢 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 五千给你放这了啊 钱是吧 哎 除了一下 干啥呢 答题呢 来你先把这道B答题给我答的来 哎 怎么去了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啊 我拿一万呢 一万吗 千真万确啊 实话实说多少钱 天衣无缝啊 好 那就不对了啊 怎么着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 可以送回来了 啊 送回来多少钱呢 五千 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 你几下支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不对啊 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一万呢 怎么还回来五千呢 少五千呢 问谁呢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那对吧 那得我得跟你解释解释啊 这怎么会少五千呢 哎 啊 面子啊 面子啊 你想想 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呢 大姐大姐夫一万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呢 好 妞妞学钢琴 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她赞助的 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 她两口子这面子往哪放呢 你街坊邻居怎么知道了 你知道了呀 你知道了呀 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那倒是 但是也不对呀 怎么呢 你说咱给她一万 她还我一万不就得了吗 她还我五千啥意思 对呀 这还是少五千 啊 这这个好解释啊 你解释解释 你想想 咱两口子给她两口子送去了一捆新衣 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 退回来半捆面子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 那我那五千块钱新衣谁知道啊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谁给你的胆做主了 一万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 怎么呢我还不能做主呢 你行了吧 你都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你还剩啥呀 你还敢做主 你赶紧把上官给我叫出来 我问问他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行了不用你了 我跟你说媳妇 大姐夫 大姑娘 你来 怎么的 我跟你说点事 哦 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 我跟你说一下 你看阿姨你怎么又提钱 这个钱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钱我们不能让心无能力 但这钱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 明白不 但这钱 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大姐夫这钱 你也提钱的事了 这钱 怎么还提钱 再提钱大姐不跟你急呀 真急 急呀 别提钱 给我手无语了 你看是不是 啊 赵刚子长能耐了他呀 对对对对 我这驴脾气 不是 媳妇 你没必要啊 对不对 人家姐夫都说了 人家是要面子的人 对不对 那不好使啊 啊 他平时赵刚子呢 都是顺着毛抹着我 今儿他就挖着枪毛了 你没发现吗 你倒是让我问问 就是算了吧 赵刚呢 哎 怎么的 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 对 就是钱的事 你要再提钱的事 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好 咱不提钱的事 行 不提钱的事你说吧 哎 不提钱的事 还想跟我们谈个事 哎呀我的妈 真是怎么提钱的事呢 来来来来 我要给钱的事 来来来来 媳妇 媳妇 你来来 我跟她说 我给你个顺粉 老公子 好 我没说个事 怎么在你眼睛有毛病啊 我眼睛没毛病 我跟你说 刚才啊 二米粒让我 给你们家送去了 一万块钱 什么 一万块钱 对啊 一万块钱 给妞妞学钢琴的 不对 你大姐说 你送去五千的 对啊 现在就是 问题就出在 这五千块钱身上了吗 你听清楚了 这个钱啊 是我送去的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解释 哎呀 这点事 二米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早跟你大姐夫说 不就完了吗 对啊 你家顺风送去一万块钱 对 结果你大姐还回了五千 对嘛 中间差五千 哎 这五千块钱 是你大姐 她偷偷密切了 你放心啊 这事由你大姐夫呢 我给他要过来 怎么能这么干事 你先给他 别拦着他 别拦着他 哎哎你回来回来 你让他问几问 艾伦 干什么你 大过年的 你非让人家 两口子打起来呀 啊 没过年的 就放上鞭炮来 不是 我刚才正想 把你钱的事 弄清楚了吗 弄清楚 对你有什么好处 大姐大姐夫 一辈子没红过脸啊 今天为这五千块钱 打起来了 你是亲妹妹啊 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是人干的事吗 你还有点爱心吗你 啊 外国的街坊 民族们都叫你二驢子呀 你啊 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 我必须离家出走 我得赶紧走 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你给我回来 你的意思今儿 这事我做错了吧 就是你错了 哎你这样 我得问你 情况怎么样 你大姐她不认账 啥就不认账啊 这什么账啊 说这什么账啊 人家明明给你一万块钱 你干嘛非得说是五千呢 就给了我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 咱虽然没有钱 但是咱们得要面子 明白吗 咱们得讲理 人家给你一万块钱 你干嘛非得说五千呢 你什么时候拿一万了呀 你什么时候拿一万了呀 你起来 没你的事你起来 别别别别 来 安明 你别走 来来 你别走 你过来 你当着你大姐妹 你说 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五千呢 你看 你看 是不是啊 不是 你别紧张 有你大姐妹给你做主 你别怕 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五千 好棒啊 你击我呀 不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 就明明她两口了 行了别吵 我说辣 五千一万啥啥分不清楚 我还讲这超着八户的 就五千 还想想想地 我帝回大姐 刚才你们两口 都说是三个钱 怎么这块又成五千了呢 有完没完了你 你让大姐在这儿哭啊 在这儿啊 你高兴吗 这都不很清楚了吗 我们给你们家五千块钱 别在这儿叫我 你不要 五千块钱给我们了 都没事了吗 我告诉你 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什么沙子你 你们就是给了一万块钱 明白吗 你大姐给了五千 中间有人把这五千 还偷偷腻起来了 说实话 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不是啊 这钱是你腻起来了 老刚刚 你也多来这套是不是 行 你不忍 你别怪我不义 躲开 大姐 媳妇 既然这样 她逼我的 我也没有必要给她扛着了 我实话告诉你 刚才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 就是一万块钱 什么样 是不是一万块钱 大姐 我给了你五千 对 另外五千 我给的是赵刚啊 不是 你什么时候给我五千块钱呢 哎呦 哎呦 这个表演 这个细腻 哎 哎呦 你在这给我演 不知道呢 啊 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五千块钱 你心里没数吗 我能有什么数啊 这五千块钱会在哪呢 那我知道在哪呢 难道在我这吗 那不可能在我这啊 我偷出来给大家看 我偷出来也给大家看 不是 不是 不帮我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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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刚呢 啊 这么多年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 不是不是 这是啥呀 脸 这脸都让你丢尽啦 不是一会儿 大姐夫啊 这一汉抓贼 你还掐出那么大声 有意思吗 我跟你说 二位呀 你们家前顺风 听我的 明白不 你少来 别什么事都 往我们家前顺风身上来 我告诉你 我们家前顺风 现在的人品 那是很正的 有我看话吗呀 不是 我跟你们说啊 这五千块钱 是我物业发的奖金 明白不 哎呦 知道 哎呦 又找一理由 哎 我在屋里可停半天了啊 这里边肯定有事 为什么 哎 你那一万块钱哪来的 我那一万块钱是工程款啊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我呀 好 一万块钱工程款少五千对吧 那 大姐夫 哎 你那五千块钱哪来的 我物业发的奖金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我 证明不了 上上上上 你藏私房钱 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不是不是 行了大姐夫 你给我们大伙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解释 解释 还说不是 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 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这五千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 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 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过年 哎呀 谁不回家过年啊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我想给点钱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我怕她不高兴 我就把这五千块钱偷偷藏起来 我也藏起来了 我这钱在这儿呢 我这钱在这儿呢 哎呀 哎呀 好了 这一万五千块钱 凑极了 姐 钱 钱顺芬 哎 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啊 我这两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行 二毕 钱顺芬 你说你 哎呀 二姐夫 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装 能不能化化了 让你 我说钱顺芬啊 范美人开播一年了 你是天天坑我呀 你 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 多年了 你就不能给我放两天假吗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 你也说我 我也一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不行吗 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 嗯 你怎么不早说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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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二米 我告诉你 钱顺芬这回藏私房钱 是我支持的 我们经常私房钱了 咋的 哎呀 又瞧你俩那样吧 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的了啊 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 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 我们当儿媳妇的 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告诉你们俩 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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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